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我请朋友大象 好 象围是吧 远方来到的朋友从北京来 他是李健的鸡蛋手 很高兴我们今天晚上在此聚一聚 想跟大家谈一首音乐 然后聊聊关于网络教学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网络教学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聊了很多 受益不浅 好 咱们谈一段什么 来个记性的吧 好 记性的表演一下 来异调的 好吧 你先来 好 好 好 接下来我想跟大象聊一聊在关系网络教学这个比较热的话题 我知道现在在全界网络教学已经开始兴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在这方面可能跟在美国的网络教学不太一样 你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工作在开拓这个世界上 是的 这方面你觉得在教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体会吗 首先来说它肯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可以说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呢那么除了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之外 一般都是现在以娱乐为主 然后有很多的资讯嘛 那我相信对于教育这块学习这块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 所以呢那这个领域也肯定是会融入到这个网络里面的 通过它来实现 然后首先它有的几个方便之处吧 就是它不受空间地域 还有这个人群的这些影响 现在可能就像直播一样 它可能会说实时化 对吧 我在相当于面对面 是不是我在网络的这一头 你在那一段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就像在美国和中国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实时上课 异地 对 我也有尝试一些网络上课 达向老师呢是我同行 我们都是在从事类似的工作 除了面对面上课 从传统的一对一这样教学 那是网络教学有些它虚拟上的一些叫卧球 因为我没有面对面的界面 它有一定的困难 对 通过摄像头来去做 那么大象呢 也做了很多这种录像的视频 在网上销售 而且呢也出现效果 这个方面呢 我想在节目中有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制作的一些它的经验 成为它自己的教学系统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教学系统 这个网络教学在未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现在我感觉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而且刚刚开始是这样是吧 对 对 因为它刚才大象说的 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 因为我们都有时差 你的业劣上是我白天的 数七 上弦 拼接 一二 一小六 好 回到了结束 这个地方结束以后 主个部分要接了一个过渡段 然后就是一个 底小六 一小节 然后是一个 一数七 切 好 切过之后 加了一个四二的拍子 然后再次进唱 这个时候 这个乐曲 这首歌在这一部分达到了最高的顶点 这个地方和弦呢也是稍微的多了一些 这个把位比较容易 每个音每个弦都差不多三个音 比较容易记 还有一个把位是往上弹 实际上在第四把位 你看我们 试试看这个练习 好我们现在就停留在这个第二和第五把位 我们弹一首曲子 在这个曲子呢就是 Droid to the world 你看 2 2 3 2 2 3 好 试试看 我们现在到第二行这个点上 注意到我们尽量不弹空弦 如果你弹单音的话 尽量不要弹空弦 全用fred note 全用品上的音来代替 好 那么在这些教学方面 你觉得这个销售群就是面对的大众 就学生是什么年龄段 是什么基础的 还是零基础 还是语定基础 还是分好的基础来去做客还是怎么样 嗯 嗯 对于这一块其实还是 呃 什么样的人群都有 因为他的人数很多很多 对吧 然后 大家的需求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就 其他教育这一块来想的话 其实 我感觉 真正专业在去学习的人 其实是占很小很小的 比例 呃 在这教学的网络教学里呢 会有很多的出发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起步点 会很多 绝对是个基础很大 我教学也是初学的很多 而且年龙跨的蛮大的 嗯 嗯 现在网络的便利呢 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在任何时候 呃 任何的情况 只要你有时间啊 可以回顾一些课程 可以去做一些 这也是很好的 而且定期有些 我是觉得定期 有一些面对面的 这个摄像头的 这种对面的 回答问题是 是有必要的 对对这样 因为他每个人看了以后 会有不同的感想 或不同的问题 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要一定要一个 互动这样的 这是我的经验 就是定期的 要跟学生有一个互动 这样才会好啊 这个互动过程 可能要定一个时间 可能每周一次两次这样 还是要回答一些问题 那你在教学上 中国的教学 和美国的极德教学 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 不同的方向 和不同的趋势 对于这个 学习这个东西来说 我相信很多的 初学者也好 还是就是有感性的朋友也好 他最开始肯定是兴趣 他可能看了 谁谁谁在弹吉他 这种感觉状态 唱歌这种状态 弹唱状态 他很受鼓舞 然后他去想 可是他真正尝试地 会发现 这挺不容易 远远不是他想象中的 对 就是说我们从吉他 从完全零基础 到真正能弹唱一首歌 其实这段路是有一点 很艰难 对 学习任何乐器 都要付出一段 非常艰辛的这个经历 这个努力和耐心 和这个可以说一种毅力吧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实际上在吉他 在后期学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右手特别难 而不是左手 开始就觉得左手 还摆不摆半 这话说得真好 实际上是不能够独立控制 这个没有人可以做的 换句话说 如果文大相 我想反过来这么弹 我们俩都回到比例那 我一看一看 我的初学是什么样 一样的 这只手 我讲的一和弦 也是一样的 弹不响 也是一样的 弹不响 因为我从来没这么问过 对 就像你看 我现在在按这一二三四 就是手这种状态 是完全初学的这种状态 对 所以说呢 这个 再一次上学的时候 我也跟一个学生讲了很多 然后他 就是一个 在美国的教学 每次教学的一个P 和另外一个P 两个P 一个P字 他中文这个P字不太文明 老师 他正好回家 你妈妈问小孩 老师应该讲什么 老师讲两个P字 哇 他妈挺生气的 实际上这个PASSION 这个PASSION很重要 PASSION就是你有激情 不然说你真的很热爱 对 你拿着其他一看 你有那种激情 还有那种动作 还想去融入它 那你就会有力量去学 这个PASSION 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耐心 能够一点点提高 这个积累过程 真的蛮熬人的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教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起步时候 学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兴趣了 就有这个PASSION 另外一个P呢 也开始培养他有兴趣 那么你觉得 在极德教学上 在中国上大部分学生 是从和弦学 还是从哪个 具体的步骤 学单音呢 还是什么 这跟美国可能不太一样 我发现很多 从中国来的孩子 因为他在这边上高中 或者是上 然后呢 去找我学习的 我发现他们以前学过一些东西 可是他们跟美国教材 是完全两回事 是吗 对 这不太一样 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一般 因为大家的目的不一样 可能更多只是兴趣 我的目的是要唱一首歌 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会按部就班 去学什么爬格子 捏接这些 我会直接就学和弦 然后就直接上到某一首歌 从一开始 其实很少有人 包括我自己在学的时候 我也不敢确定 我最终会一直弹下去 会一直走到今天 但是 从一开始 能让我坚持练习下去 肯定是 我是为了要弹某一首歌 或者是要弹会一首歌 这个是我的兴趣 但是当然了 当我弹了以后 我发现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 C和弦按不好 D F 对吧 横按这些都按不好 可是 那支持我能够练下来的就是 我要学会某一首歌 但是这首歌里面有这些横按 所以我就必须要学会它 可以一步一步 到最后 可能你横按也解决了 这些东西基本技巧 你也会缠唱很多歌了 可是那个时候 我又开始关注新的东西了 就比如说 哎 怎么能弹一种漂亮的solo啊 这些东西了 那我发现 哦 原来还要再从头学习这些爬格 再练习冰切啊 这些东西 这问题是兴趣的持续的时间 往往都是很短 因为你真正要练习的话 像陈老师应该也知道 我们这些东西 就很枯燥 任何都是这样 嗯 可是怎么能 薄过这个枯燥坚持下来 这是一个 真的是需要两个屁的 所以我们现在谈了 就两个方法 在美国教学 它幅画不是这样 它上面 嗯 前面的几 甚至十节课吧 前人单一 没有任何和弦 前人单一 而且不像中国 是斗人秘系统学 但是 C D E F G A 对 音名 不是唱名 对 因为手机来说 美国就没有那个简图 对 其实简图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 非常好 它恰恰就是它的skill 就是音阶的这个级数 第一级第二级 因为到后面发生了七个mode 在solo弹音阶的时候 每个mode都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它有各自英文名字 比如说Door mode 是second mode 第二个mode 这是ray调 就是当ray来弹 当me来弹 当fara来弹 其实在后期的理论来说 简朴来说是最最高尚的 最最有难的一种 如果你会简朴的话 但是简朴跟医名的转换 这是在音乐人里边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脑力够的话 你可以把12个调随时的随便转 那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对 是 所以呢在学这个 我看这边 美国教学呢 就是特别简单开始 就是特别技术的音阶 简单的音阶 简单的音阶 简单的一旋律训 然后一点点 才把和弦加进去 就是上来先和学和弦 学和弦 学和弦其实蛮难的 其实如果上来的话 比如说我看网络好多教学 我今天教你一个和弦 明天教你和弦 这个上来一下 手指一个单音还没弄的话 上来三个音 其实是很很艰难的一件事 好 欢迎你观看我们今天制作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把特殊的旗子 这是一把非常非常昂贵的旗子 说出来吓你一跳 多少钱 一万美金吧 一万美金 这大象带来的一万美金 稍微上保险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 是到底出学者选多少钱的旗子 这把旗子当然是指最好了 可是你可能不想花一万美金选 这后边有很多雕刻的纹路 很漂亮 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概的木材是什么结构 这个面板应该是云山 它基本上我可以看到 这把琴是Greven 叫做 Greven 那实际上是这个至琴师的名字 对 我刚刚看里边商标写叫John Greven 对 这是他的姓 John是他的名字 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 是一定不陌生的 为什么呢 这把琴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日本的指坛演奏家 叫做鸭尾光太郎 也就是鸭尾桑我们常听 他手里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手工系列的吉他 就是Greven这位老师做的 那这个人呢 他在波特兰 他在这个地方是专门做这个琴 据说这个当时这个鸭尾在波特兰住了一年 就专门跟他就是商讨确定去定制 找他定制一款属于自己的琴 那么最后就给他定制出来这款叫做这个D型的琴 那我们知道D型琴是非常传统的 Drain nut 对 然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接触最多就是马丁D28 非常经典的 包括HD28 那他这个D就指的是这个琴形 这是特意设计的 那么这一款也是就是经过他和鸭尾在一年波特兰的生活 Greven这位老师老爷子 一起研究生了 最后他决定做一款这种D型的琴 是非常符合鸭尾的各方面的要求的 当然了这些其他的细节 包括纸板的宽度厚度以及这些刀 可能都是鸭尾亲自参与设计的 那么后来就说光说鸭尾有这个 他的这个琴就有16把之多 那他经常在他这个专辑里面用的就是这款D型的琴 我来看一看哈 好这把琴呢 我觉得挺棒 肯定很漂亮 我还可以谈这个是标准的Sloose Top 对 看上去呢 所以他跟玫瑰木 所以说他就跟这个马丁的这个琴的这个地形琴的配置基本都是一样的 背板侧板是玫瑰木面板是云山 是玫瑰木面板 对对 然后这个琴镜就是这个 玫瑰木是樱桃木 樱桃木 这是非常流行的配置 纸板是Ebony是叫乌木 对乌木 琴品的我想是这不是很大的品 这是应该是比较medium或者是small 这个琴品的越小的精准度越强 就是因为它的尖风度非常小 如果是jumbo fret就很宽的话呢 相对来说音准呢 倒没有这种small fret 这个medium 这可能是medium fret 中号品 对 那么这个品呢 如果小的话就意味着它的寿命部分就特别长 如果你大量推弦 那就会形成大量的磨损了 但是呢 听节挺棒的 手感对于我来说稍微的高 但是音量挺大的 那毕竟是把心琴需要braking 需要弹一点 对 这个呢是我写一个前奏 叫never say too late 就永远不要说太晚 我想用这个例子呢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分享 琴它有动感 所谓动感的就是 你给它多大力 它回弹度多少力度了 好的琴都会有特别大 所以你弹的时候 因为你用的力度不一样 每个音都不一样 每个细节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些词比较强调 嗯 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琴它反应的 你跟随你的力量 是有多么大的一些反应 有的是1比1 有的时候你使多大力 它不怎么动 或者声音成一样大 这就琴的质量好坏 有些区别了 对 但是琴通常情况 新的情况要弹几年才会 好 这是把全新的琴 据我所知可能就是这个是 2016年订的琴 但是直到今年它才做好 因为这个Grevin本人老爷的 70多了 年纪比较大 好 接下来呢我和大象 想用这年把琴做一个 非常有趣的表演 嗯 这把琴比它便宜 20倍合作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选一首音乐吧 好的 好 选这个Danny Boy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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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